欢迎收看本节目 结束了NCAA的比赛 今年选秀前 很多专家分析说 这个伤病足以困扰球队去选中他 不过内史密斯在采访中表示 人们对他伤病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我会准备好 目前来说 我已经做过了所有训练 而且反应都不错 现在我已100%痊愈 我不会错过任何一件事 内史密斯如此说道 出生于1990年的内史密斯 来自范德堡大学 在过去的NCAA赛季里 他出战14场 场均35.7分钟内 可以得到23分 4.9篮板1.4强段 其中三分球命中率高达52.2% 对我来说 进入联盟后 不会有什么改变 我的热身习惯 不会改变 我的状态 也不会改变 我的脚步 移动也不会改变 所以只要我继续努力 继续完善 自己的能力 我的投篮 就肯定会适应联盟比赛的 内史密斯 如此说道 编辑 刘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 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�